这个肠子 靠对的对峙 就好像说我要修善法 但是我要看到我的动机是恶 善法自然形成 那我要修练死无常 我随时会死 主要是要破除我们的肠子 我的肠子一破 练死无常就正成了 是不是这样 感官的意思 夺巴一吟 若人兼修 积极之良 禁止 罪障 祈祷本尊 及诸尊长 并发客情 应重思维 虽简也百年 亦不能生 难诸无常 不安住故 劣结艰难 急得生情 伯多瓦的弟子叫做多巴 他就说 如果在修行上 念属无常 这个法文有上岸 或者在我们的修行 念佛 参禅 或者随佛 等等 他没有办法进展 有些众来 那标识就说 他的诸人没搞 表示他对法不清楚 他没有练死无常 因为他内心会有长久 注意事件这个心态 没有起除掉 所以你对法的西修心 没有办法升起来 是不是这样 所以如果是我们修法上有障碍 我们应该怎么样 积极之良 若人随时建立修积极之良 然后第二呢 禁止罪障 第三 祈祷本尊 师长就是本尊 或者是老师的加持 那这个加持就是怎么样 帮我们解释 怎么样修法 让我们对法能够更了解 我们对着境界能够反观自信 什么叫做善 什么叫做其舍度 比较敏认 这个就得到加持 加持的意思呢 就是法律性 改变我们的内心 那叫做加持 那个人 那个人 想不到 想不到的时候 我们在写的作材 给善事 给家庭用 你就可以 建立了一个善心 我 不知道怎么 练习无伤 还是联物都联得好 我希望 这个 公厅 我做的 可以帮忙 让他们衣食安稳 对不对 大家吃了 身体也好 可以做一些线索 因为你去这个冬阳的时候 去做这个东西 因为我主要是为了 犯烦 而做这件事 那去进罪 这个叫做基资嘛 看到这样的问题是 我们就把势力撒肥 把它解除掉 祈祷本尊 回向就对 可以让我做得好 这样我们练习无常 就会在内心生起来 并发起时时刻刻 不断静静 硬重思维之心 虽感觉练习无常之心 收这久了 拜年都收这久了 都没法都生起来 难 这样了解一下 无常性 诸法 无常 表示我过去收不开 但是他的改变 他后我收不开了 你只要这样做 一定收不开了 因为呢 你收不开 他不能长久安住 他最后还是会坏面 然后呢 我还是可以申请 练习无常 我练习也练不开了 刚开始 但是会觉得很困难 他到尾了 就会比较熟 比较熟 比较熟就没困难了 就叫练习无常里面 大概很简单的介绍 到这个地方 大家练习无常 可以把科判 把法药照这样想 每天这样想一步一步来 一定有帮忙 好 啊 今晚会当 有问题会当分 放入冰箱 大家聽念書上會比較正常的 有一個說架枯這樣人家想 有比較正常跟以前的感覺比較不一樣 雖然他說得很悠 他在論文 論文他已經講得非常相信 他會把我們的心肺帶得很正常 雖然這個事情我們都聽過了 但是我們就是不可以用 他幫我們做一個總結 然後有一個架构讓我們想 還有觀察人事物 譬如說春夏秋冬他也是不少 他在喚起的時是不是這樣 夏天的時候 百花起床 看到一粒會比一粒會更漂亮 看起來這麼清爽 但是在秋天的時候 那個火就不去了 很久了是不是這樣 所以無常隨時在改變 可以從無常當中 從事物上 然後也可以為對人 這個人的心法變來變去 抓人的心抓不到 因為不少了 你要抓到你就很厲害 為人為人事物 為事情 他就跟我說好 但是他現在改變 他沒有負責任 是不是這樣 隨時的改變 我以前也會想 我過去進入的公司做主張 我一個樓他就沒有主張 現在新生代賣起來 無常 不是官就是官 由兩位來說 同樣 不是三億道就是三千道 無常 有些人覺得對他的孩子很了解 結果 他的孩子說 我老婆老婆都沒有了解 不知道到底是有了解 還是有了解 我們都會以為 怎麼搞 怎麼了解 但是 因為有這個自信值很好 但是這個自信值呢 他 過度期的時候 他這個孩子改變 不像他想這樣 他通過了 人路這間的亂來 是不是這樣 他就是愛我 要跟我買死 說沒有我不行 結果他再找人 我整廚十四十的好 因為 我們就是一條 有一個腸子 在內心 英法不明白 這個電腦子 就是要把它抓起來 要把它破除掉 你要破除這個電腦子 你才可以了解無常 維繫的無常 你如果這樣想 他到兩分就做得了 英文大師說 腰改無常的時候 你往生習慣就沒有問題了 但是這個要落列了 不是那麼容易的 像我這樣 講幾堂課 慢慢下來 我們對那個心的敏感度 比較有了 對不對 比較不會那麼明顯 你忍著一定會起立 他會起立 不一定這樣起立 是不是這樣 我們對我們內心檢查 氣心動念 有沒有過於 氣心動念 如果都善就很好 但是如果有 你不要說不起立 對我什麼都這樣分 對心的敏感度 有這樣檢查 內心就比較清楚 要兩分也比較有力 界線分別 應該是有幫忙就有大家 對心的敏感度 對 跟您過期說一下